大家好,我是Den 在海外健身网红狙击Kim Jungkook使用药物健身一发正义后 Kim Jungkook回应了会接受所有检查来证明自己没有使用药物 但是这位健身网红再次上传了狙击影片 反驳了Kim Jungkook的回应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的内容 我看了他运动的影片 一天运动两三个小时,每天50set 吃着鸡胸肉 在45岁维持着很厉害的身体 只要努力运动就真的能变成这样吗? 现在因为误解了我说的一些话 在行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看这个新闻标题 加拿大YouTuber之一Kim Jungkook滥用药物 我有这么说吗? 然后他解释他之前在影片中并没有这么说 考虑到Kim Jungkook是45岁的男性 仅依靠自身的雄性荷尔蒙 是不可能练出这样的身材 应该是使用了荷尔蒙补充治疗法 如果有人跟我打倒100万美元 或者是用枪指着我的头问我 Kim Jungkook是否使用药物? 我一定会回答是的 我说他使用PEDS了吗? 我只是说了他可能是HRT 也有可能是别的药物我不知道 我是按照他的年龄、身体状况、运动 加上我的知识来推测的 所以告诉大家有关知名人士的讯息 YouTube里有很多有名的人 我没有理由要嫉妒 我对我的生活很满足 有名歌手演员的话 有200万订阅是应该的 身体这么好的人用了什么药物? 是需要这么惊讶的事情吗? 我只是说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然后还有个有趣的留言是 你的身体比Kim Jungkook大 为什么只说Kim Jungkook不是自然的呢? 我明确地说过我是HRT使用者 所以说了Kim Jungkook可能也在使用HRT 这不是违法的 我是专门的健身选手 从10岁运动到46岁 有着36年的运动经历 也不是没使用药物 我不是说我比Kim Jungkook厉害 但是我的肌肉量更多 年纪也更大 使用过药物的人 是能看出来使用药物的人 能区分身体的差异 Kim Jungkook一天运动两三个小时 疯狂于健身房 所以身体才会这么好 这是不可能的 这反而是证明了有在使用药物 45岁的男人 男性荷尔蒙数值 会比25岁35岁的人低 我们来看一下Kim Jungkook的反应 只要持续的努力跟精神力 46岁男性荷尔蒙数值也是9.34 大家也可以的 看我的影片后 Kim Jungkook这样留言了 9.24是什么 NGDL吗 到底什么是9.24 有人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数值吗 我看有人说 这是比平均男性荷尔蒙 还要高的数值 那这反而不就是暗示着 有使用HRT吗 可能是医师让他打的 这不是违法也不是不好的 所以这位网红是百分之百的肯定 Kim Jungkook有使用药物 然后情绪有点激动的说 Kim Jungkook可能是用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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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这数值能证明个P 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一般人不了解这些 跟什么都不懂得你们争论 我也累了 就好像是数学老师 跟幼稚园学生争论一样 就好像是告诉你2加2等于4 你却一直说2加2等于5 你们就好好听着 Kim Jungkook硕士学位 有PEDS经验的专家的话 我觉得Kim Jungkook有使用药物 不管你同不同意 信不信有你们 虽然没有圣诞老人 但是你们可以相信有圣诞老人 然后还有留言说 他很吝啬所以不会花钱花在药物上 这一点都不贵 而且Kim Jungkook赚很多钱 难道连这么一点钱都没有吗 我只是告诉你们了事实 只是告诉你们了我的想法 如果今天赌上你孩子的生命 赌上你的生命 你也能确信Kim Jungkook 百分之百没有使用药物吗 使用药物不需要被指责 就像女性吃避孕药一样 这也是跟荷尔蒙有关 但是我们并不会指责 不是吗 然后在结尾突然页配个商品后 影片就结束了 对此Kim Jungkook在自己的YouTube回应 突然说用那些药物是合法 有什么错 真的是又荒唐又有趣 一般人为了健康或者是幸福 接受医师处方的话 是合法没什么问题 但是Kim Jungkook这个人 做那些事的话 就是有很大的错误 他看了我一个月前的影片后主张 不用药物的话 是无法做出现在的身体跟运动能力 说我是用了HR什么的 荷尔蒙什么的 不管是用了什么药 只要检查的话都会测出的 大家不要担心 我会依次接受所有检查 然后50set 不知道这有什么厉害的 如果想知道50set要怎么分配做的话 持续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了 没登过高山的人 会在山底下对着在山顶插旗的人说 不搭直升机是到不了那边的 这个人一定搭直升机了 因为我也是搭直升机去的 我周围的朋友们也是 这不是违法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反正我是专家 直接呛了那位海外网红 然后第二天 Kim Jungkook再次发网表示 将会接受WDA的391项药物检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用老鹰打字发写这么长的文章的时间 就等于穷国减一天的运动时间 看来应该是非常上火了 在韩国用一根手指头打键盘的方式 就叫做 那个海外网红装自己很委屈 但是一直在说狗话 Kim Jungkook都说了没使用药物 但还是坚决说 自己觉得Kim Jungkook使用药物了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真的只想提出意见的话 应该要说 身体非常漂亮 但是自己使用过药物 所以从经验来看的话 Kim Jungkook很可能是使用了药物 就这样结束就好了 本人都说没使用 却在那里一直说 百分之百使用了 这不是违法没关系的话 Kim Jungkook当然会生气 因为自己的努力被否认了 在那个人的立场 使用药物这一件事情 会严重损害形象 当然会很敏感 不管Kim Jungkook有没有使用药物 打着别人敏感的部分 这样争论的话 是需要道歉的 被一个奇怪的疯子缠住了 辛苦了Kim Jungkook 我觉得现在连海外 都这么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 Kim Jungkook应该要多上传一些 唱歌的影片 在自己的YouTube上 让那些为了看Kim Jungkook的身体 来这个频道的人 听到歌唱实力后再吓一跳 对于海外网红的主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旁滩成员V的 服装抄袭争议 我是旁滩粉丝 但是放弃护航了 是抄袭了 QQQ 腰带是披上的吗 现在才看出来 QQQ 太自然了 不是应该也要听一下 这位鱼的意见吗 所以大家觉得 是不是抄袭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 好的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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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